斗魄之无上之境 第113集 萧妍等人刚已进宫会门口 一位身材高挑的女子 宽宽而来笑意盈盈地问道 公子可是要顾庸庸兵 萧妍点了点头 故作认真神态 四处打量了一番 目光最后停留在 屋内树立着的一块 庸兵团任务板上 上面陈列的任务并不是很多 大致都是些 保护低级斗地猎杀魔兽 或者寻求某种药材的 美列任务标识的后面 总留有一个空栏 上面写着任务的报酬 和接下任务的拥兵团名字 以及完成任务的情况 一目了然 公子 你是要雇佣拥兵团 做什么任务呢 我可以给您介绍介绍 这狂风拥兵团 是我们银魂剑 完成任务率最高的 女子迫不及待地 向萧嫣等人推荐起来 萧嫣眉头微微一皱 旋即说道 听说这里有个 被吸理拥兵团还不错 我想就雇佣他们吧 被吸理 女子戴眉身索 努力地思索着 好似没有什么印象啊 这一生 并没有这个拥兵团啊 公子是不是记错了 萧嫣眼中光芒一闪 难道是不是骗我 想到这儿 从怀中取出 被吸理拥兵团的龙腾徽章 不会错的 你看看 这是他们拥兵团的徽章 女子接过来仔细打量 深思片刻 双目一亮 豁然开朗 公子所说的被吸理拥兵团 我并不知道 可这徽章 我却见过 女子语气顿了顿 萧嫣微微一笑 从大戒中 取出一千龙文币 放于桌上 有钱好办事吗 女子 炎然一笑 是个叫 一博成的老头子 成日思混在酒馆 他穿的衣服上 也别着这样一个徽章 萧嫣等人一听 一博成的名字 喜出望外 这不正是 博士所提及的人吗 当场谢过这名女子 问清了方向 萧嫣等人 急奔酒馆而去 转过几个小弯 一座原木所搭 略带古色古香的建筑 出现在眼前 一个金丝黑底的牌匾上 挂着酒馆两个大字 大门扮演着 里面喧哗的声浪 一波波隐隐传出 就是这里 没错了 萧嫣等人大喜 快步上前 正欲推开酒馆大门 突然萧嫣一愣 身体里流淌的血脉 似乎颤动了一下 萧嫣停住脚步 细细感应 血脉传来了一阵阵的呼唤 那是同脉相生 血浓于水的吸引 绝对错不了 里面有萧族的人 他乡欲固之 萧嫣很是开心 不过也略有疑惑 萧族的人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没理由啊 而且能引起血脉共鸣的 功力越是身后者响应越明显 但萧族似乎没有几个高洁的斗地啊 萧嫣是百思不得其解 甩了甩头 暂时放下想法 此刻找到那个 能带路去寻找灵印台的人 才是正事 就在萧嫣正欲推门而入的时候 酒馆的一个昏暗的角落 坐着一位老者 面色蜡黄 精神萎靡不振 额前的长发半遮住眼睛 偶尔睁开的眸子浑浊无光 似乎这个世界 没有什么能让他在意的 在迷蒙的酒色灯光下 老头一口一口地 灌着火啦啦的大麦酒 这种酒很廉价 没有多少醇香的味道 只有麻醉神经的快感 酒水顺着嘴角流下 躺在看不出颜色 似乎戴点深灰色的袍子上 胸口上 别着的一枚银闪闪的藤龙徽章 算是老头全身 唯一醒目的东西 他正是萧炎等人要找的 贝西里拥兵团团长 易博成 突然 老头浑浊的眼神一凝 一扫钢材的颓废 目光扫向门口身形一闪 整个人瞬间消失在酒馆 老头出了酒馆 是头也不回 几个起落 出现在了紧挨着银魂小镇的小山后面 挑了个阴暗的背光处 蹲了下去 似乎与阴暗为伴 才能给自己一种安慰感 刚才的颓废 又浮现在面上 大口灌了一口酒 火辣辣的液体 顺着喉咙 一直流淌到五脏六腑 老头似乎很满足这种感觉 但满是皱纹的眼角边 却不自觉地渗出了点点精盈 刚才的逃避 正是因为萧妍的出现 这个老头真正的名字 也不叫一博成 而是叫萧瑶 萧族曾经的组长 虽然现在依然还是 但萧妍自己觉得 已经不是了 至少她觉得 自己已经不配当这个组长了 唉 曾即何时 死星巅峰的我豪情万丈 当年夸下海口 要靠自己突破五星 为此毅然离足出走 不突破 誓不回族 如今却落魄的 肯映到萧族之人的血脉 就只能落荒而逃 实在是无言见族人呐 老头沉浸在回忆之中 一起当年 自己是萧族第一个达到四星的人 也是最有希望突破五星的人 萧族举足 欢送自己为突破五星 而出去寻求强盛之路的场面 还历历在目 每一张笑脸 每一份希望 如今都化成一份份的内疚 沉甸甸积压在心头 老头无力握了握手 感受着日渐衰退的实力 老泪总横 原来那年从萧族出来后 老头就组织了一个佣兵团 闯荡江湖 众人士凌云壮志 发誓要打出一片天下 可就在自己达到四星巅峰 兴奋不已 准备向五星斗地突破的时候 逍遥发现 自己的实力竟然停滞不前了 并且渐渐地开始衰退 但却是不知道 究竟受了什么伤 心急如焚的逍遥 寻遍了大陆名医 可是毫无用处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实力 日积月累地 从四星巅峰 下滑到了四星初起 而且似乎还在继续减弱着 突破五星的梦想彻底破灭 逍遥是万念俱灰 解散了拥兵团之后的逍遥 甚至产生过解脱的念头 最终因割舍不下萧族而放弃 但生性浩强的他又无脸回萧族 只好整日借酒萧愁 流连于酒馆赌方打发日子 思绪万千不堪回首 逍遥抓起酒囊 猛灌着酒一直到最后一滴 挥手甩开酒囊 逍遥站起身 叹了口气 向着银魂小镇外面走去 打算永远离开这里 远离族人终老一生 夕阳西斜 老人步履蹒跚 钩楼的身影乱得更厉害了 老人离开酒馆的那一刻 萧炎等人推开大门 踏入酒馆 却发现血脉中的波动 也悄然而逝 恶然间萧炎以为是 某位族人匆匆离去 没有细想 打亮着眼前的酒馆 酒馆内灯光昏暗 宾客如云 三五个围成一桌 摇履重叠 繁至满岸 见萧炎等人进来 偶尔有人抬头 微微瞥了一眼 却没有多留意 又匆匆投入到 穷江玉叶 酒憨余欢中 身着暴露的女服务员 宛如蝴蝶一样 穿梭于众人之间 留下一地的浪声银语 指醉金迷永远是 酒馆不变的主题 眯着眼睛 萧炎环视酒馆一周 目光最后停留在 一博城刚坐的角落 店家伙计正收拾着 一桌子的空酒壶 片刻 萧炎视线收回 并没有发现有 小拥兵工会女子 描绘的老人模样 正迷惑间 酒馆伙计上前招呼 哎哟公子 您这是要住店 还是用膳呢 哦 先用膳 萧炎淡淡回了局 静止走到角落的位置坐下 看几位公子 是头一次来小店吧 小店的招牌菜有 红烧狮子头 八宝碧玉汤 火山袍子肉 不知道公子想点什么呀 伙计殷勤介绍 随便上几个吧 萧炎微微一笑 没想到萧小酒馆 竟然有这么雅致的菜 哎伙计 我想向你打听个人 你可知道 易博成 伙计是点头如算 啊知道知道 就是那个 成天泡在酒坛子里的老头嘛 他可是我们这里的常客 公子要找他 来我们酒馆就对了 他呀 每日都会来喝上几个时辰 不巧 今儿个早回去了 离开酒馆 那就无人知道他的去向了 不如公子就在本店住下吧 明儿他铁定还会来的 文言 萧炎略微有些失落 虽然知道 伙计是想做他们的生意 但一时间也没别的法子 与众人一商量 只得在酒馆住了下来 天色已晚 虽然知道了易博成的下落 但回忆起这些天的奔波 萧炎有些失落 抓起一瓶小酒 略上屋顶 对着夕阳发呆 萧炎走出小镇不远 迎面走来三个人 身形魁梧 眼路不善 萧炎眸子猛地一缩 认出对面三人 正是与自己有过过节的 战明拥兵团的团长明天 和两位副团长 均是四星后期斗地 三人也认出了萧炎 立即围了上来 纷纷抽出兵器 眼路凶狠 但没有立刻出手 似乎有所忌惮 易老头 真是冤家路窄呀 在这里又遇见了你 怎么落得如此下场啊 明天出言讽刺 两旁二人是复生大笑 非常的嚣张 逍遥没有出声 心中暗暗叫苦 想不到在这里遇见了仇人 这次可是凶多吉少 当年你带领部下 抢我五星魔兽 打伤我战明拥兵团 不少兄弟 现在苍天有眼 让你落在我的手上 明天恶狠狠地说道 明天 你别血口喷人 当年分明是你们 战明拥兵团偷袭我们 要抢我们捕猎的战利品 现在却反过来咬我们一口 你们战明拥兵团 还能再卑鄙一点吗 逍遥这肺都气炸了 对方扭曲事实 污蔑自己拥兵团的声誉 就算如今拥兵团解散了 但荣誉依在不容亵渍 反正与我们作对的 都没有好下场 明天没有否认事实 反而冷笑了起来 如今易老头 你似乎气息不稳呢 兄弟们 天赐良机呀 文言 逍遥心中一震 自己下降的实力 还是暴露了 看来今天这条老命 是要撂在这里了 逃 逍遥摇了摇头 先不说自己 能否逃出三名四星 后期斗帝的包围 单是战民拥兵团出言 侮辱自己的拥兵团 那就不得不战 就算是死 也要拼死一战 形象可以丢 但骨气不能丢 逍遥没有废话 缓缓从纳戒里抽出长枪 钩楼的身形 似乎一下就高大了起来 为荣誉而战的男人 永远是最帅气的 西洋在逍遥身上 投下了点点金光 行事不力 萧炎抢先出击 抖动的枪尖呼啸而去 扎向明天的胸口 枪尖带起的亮光 闪烁着点点光辉 明天狂笑中 手持风轮战斧 不退反进横斧割挡 硬拼逍遥的长枪 一声清脆的金鼠声响起 巨大的冲力 将逍遥身躯震退 明天踏前一步 手上的风轮战斧 亮起一道光刃 劈头斩下 战民拥兵团两位副团长 趁逍遥身形慰稳 抢心而上 战垂璀璨金刀横扫 在逍遥的头上 投下了一片死亡阴影 逍遥脸色大变 实力的下降 让她面对三位四星 后期斗地 深感力不从心 而且此时 逍遥更是发现了一个 更为致命的问题 脸上的冷汗滴滴 疯狂渗透而出 绝望的情绪显露无鱼 原来逍遥发现 运转功力的情况下 实力倒退得更为厉害 斗气频频不稳 几乎维持不了四星的境界 看来今天是必死无疑了 逍遥苦笑 既然如此 那就拼了 逍遥下定了决心 不再保留 刀光剑影临身之际 逍遥怒发冲冠 凌空跃起 九位施展的一阶高级斗技 九重枪密使出 携带滚滚长江之势 枪影层层叠叠叠 一重接一重 狂风骤雨的攻击 同时横扫明天三人 逍遥实力虽不如从前 但临敌经验犹在 暴怒之下 明天三人倒也不敢轻视 明天运起斗气 四星后期实力爆发 一阶终极斗技 千军破灭挥出 四千军万马迈进 战骑烈烈 金戈一击 天崩地裂 巨大半壶的辅刃 批出一道树杖高的光刃 山足断山 江挡列江 势不可挡 虽然明天人格卑鄙 但不可否认 作为战明拥兵团 一团之长 的确有不可小视的实力 斗技已出 以绝对的实力压制 令逍遥在 抚风卷起的漩涡中 风雨摇摆 战明拥兵团的 两位副团长 也紧追不放 影如云身死殿 兵器带起刺目的闪光 轰向逍遥 刀光所致 包裹了逍遥的 所有退路